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美国国会上星期跨党派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 该法案保障当年911事件第一线的救难人员余生都能获得医疗照顾 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亚义 是的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上午在白宫的美国人当中 签署了这个国会上个星期刚刚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 那么这个补偿法案呢 它保障了这些911的受难者以及这个第一线的救难者跟他们的家属们呢 补偿能够延续到2090年 而他们可以继续领取补偿到2092年 那么今天早上在白宫美国人当中的特朗普总统则是特别讲到了 这些救难人员跟家属们在这个身体健康上所受到的一些折磨 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目前几千位男女同胞正在于因为911事件引发的癌症和其他疾病战斗 我们事严今天以及每一天都与这些受到影响的家庭站在一起 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起 我想要感谢两党的国会议员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作 通过这个重要又关键的法案 那么其实在911事件发生了之后 就已经有成立了一个911受难者补偿基金 不过当时的补偿的期限只有从2001年到2004年 那么在之后却发生了医生们发现说 许多当时到现场救援的第一线救难人员 以及一些协助的人员他们的身体都出现了一些疾病 包括像得了癌症等等的 那么认为说这个病因其实是跟当时他们去救助产生联系 那么因此在之后又国会2010年又通过了另外一个法案 叫做911健康与补偿法 那么在2011年的1月开始重启补偿 为这些人来做这个健康的补偿 那么之后也规定说在2015年国会再重新授权 那么当时就有包括许多的这个 包括像这个喜剧演员史都华的这个奔走努力之下 当时在2015年这个补偿又再度延了五年 但现在眼看在2020年又要到齐了 于是在2019年今年的时候 民主党的参议员陆天娜就提出了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 来确保当年在第一线救助的这些的第一线人 能够获得全部的补偿 那么到2090年到2092年 也就是他们的这个这一辈子呢 都能够获得政府资金的这个救助 那么呢这个法案是在7月23号 在参议院的时候有97票比2票而通过 那么有两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投下了反对票 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当中 都特别又再度的提到了他来签署这个法案 来保障这些第一线救助人员的这个健康 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白宫来向美国最棒最勇敢最厉害的人们 致上庄严的敬意 我很了解他们 等一下我就要签署一项跨党派的法案 来充分重新授权 911受难者补偿基金 这个911受难者补偿基金是你们努力推动的 而今天终于到来了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 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 来支持我们的911英雄们 来照顾他们的家庭 并且继续我们的誓言 就是永不遗忘 那么今天早上呢 在白宫美国人当中发表演说的时候 特朗普总统也说了 他说911事件发生当天 他仍旧在现场 不过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也讲过 他说912事件发生当天 他仍在新泽西州看到穆斯林 因此欢庆美国的悲剧发生 那么此外呢 就是在今天的活动当中 虽然这次的参议院的议案 是由民主党的议员陆天娜提出的 他是纽约州的参议员 不过在今天白宫的活动当中 没有任何的民主党人参加 只有共和党的议员来到白宫 此外呢刚才所说到了 为这个911的受难者 大力奔走十几年的 这个美国习剧演员史都华 今天也没有来到白宫 主持人 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呢 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是计划8月15日离任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 是宣布了他将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接任 要议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吗 是的 特朗普总统呢是新一天的时候在推特上宣布了这项消息 他说呢现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要在8月15号离职 那么他计划要任命共和党众议员拉特克里夫来接替 那么呢我们知道科茨是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 获得特朗普总统的任命 那么在3月的时候开始担任情报总监的职务 那不过呢科茨却是对这个俄罗斯采取强硬的态度 认为俄罗斯呢干预了美国的大选 并且呢还也主张说继续对俄罗斯强硬 并且调查以防俄罗斯未来继续干预美国的选举 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就跟特朗普总统 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宣布科茨要离开之后呢 科茨他的这个辞职信也公开了 在他的辞职信当中呢特别提到了 他说呢我已经确保我们拥有必要的能力 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包括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 也就是所谓的冷静计划 建立了一个选举安全执行机构 来支援对抗对我们选举造成威胁的跨政府努力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呢 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冷静计划其实非常有争议性的 因为他允许美国的情报机构能够监视网络上的通讯 以及储存在网上的各种讯息 那么呢这个对象就包括了美国的境外客户 也包括了外国人 那么许多呢被指称是零定计划的美国网络公司 包括了这个像脸书谷歌 苹果 微软 雅虎等等都否认参与了这个计划 并且说呢他们都保障用户的隐私 那么此外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打算任命的众议员拉特克里夫呢 他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委员会的成员 那我们知道在7月24号的时候 众议院举办了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听证会 那么在听证会上呢 这个拉特克里夫则是指责穆勒说 他在报告当中讨论了特朗普总统 可能妨碍司法的情况 他认为呢这个是穆勒是一个越权的行为 那么在听证会上呢 他也是不断的攻击穆勒的检察官 那么以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角度出发 那么因此呢就有许多人在认为说 也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让特朗普总统愿意来任命他 成为下一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药易发火的报道